瓷砖萝卜人人想要的植物 它究竟有什么魅力 瓷砖萝卜是什么能力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宜 把瓷砖萝种下 会出现一块紫色的 中心为圆圈的地砖 种在瓷砖上的植物使用大招 会联动其他瓷砖上的植物一起使用大招 瓷砖萝卜是紫色光圈 还有几种其他的光圈 是系统默认的 功能和瓷砖光圈一样 分别是红色正方形 黄色三角形 青色加号 绿色大叉 第二次250阳光 第三次500阳光 第四次1000阳光 第五次2000阳光 第六次4000阳光 第七次8000阳光 第八次16000阳光 第九次32000阳光 众所周知 中午版中阳光上限为33464 所以瓷砖萝卜最多种植9次 不过现在有两个场景突破了这个限制 一个是无尽训练场 另一个是创意庭院 提前布置即可 全屏的瓷砖用大招华丽的植物 特别的好看 就因为这一功能 瓷砖萝卜成了无尽神器 广泛运用于各种步层中 比如无尽中搭配熊果和大嘴花 能够完成对后期关卡的速刷 瓷砖萝卜带上独角兽装扮 就能让D砖带有陶性状 这个装扮是累计充值1000元获得的 相传瓷砖萝卜在早期版本是系统赠送的 不过那时候小萨可没玩 小萨玩的时候呢 是从密宝中抽到的 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从福袋中抽取 在密宝宝箱抽中瓷砖萝卜的概率 黑猫同学算过是4.375% 想知道计算原理的同学 可以去看看黑猫的视频哦 瓷砖萝卜能够挡住冰球 但是不会被冻住 老爹的激光呢 也是干不掉的 那有办法干掉吗 咱们来看一下 来看看万能的音响吧 我印象中音响啥都能干掉的 音响震不走 但是压死了瓷砖 果然厉害 其实呢 鹦鹉也能把瓷砖萝卜带走的 但是电铃行没有它 瓷砖萝卜还能阻挡全明星的冲刺 气功枪丝可以把瓷砖萝卜移动一个位置生成 机甲橄楼推走的瓷砖 没在场外生成 这里可以看见 并没有联动起来 之前还可以形成无敌瓷砖 不过早已经被修复了 谈话一线罢了 植物总结 瓷砖萝卜属于人人想要的植物 现阶段的版本只能课金获取 课都课首全看人品 其他地图用处不算太大 因为并没有如此充足的阳光 但是在无尽中 它是当之无愧的无尽神器 因为功能单一就这么多 再怎么吹也吹不上天 万物极客测评 我是小萨 我们下一期再见